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了 没事 就是有点头晕 你好几个月没出门 今天头一次早起闻安 不适应也是有的 夫人 可好 能好到哪里去呢 唯一的儿子没了 还要眼睁睁看着姚夫人怀孕生子 姚夫人的孩子 怎么 没什么 小的问两位姑娘安 是 姚夫人有什么事吗 我家夫人肚子疼得厉害 像是动了胎气 动了胎气 是 小的着急带张医官去诊治 就先告退了 姚夫人动了胎气 这许良传 往日看见我们从不讲话行礼 今日倒还说些本分 不是本分 而是故意说给我们听 姚夫人已经流产了 又怎么会动胎气 难道她想一直装下去 谢身问夫人安 起来吧 谢夫人 李延姑娘 您是不舒服吗 回夫人 或许是九日没有出门 然后有些犯困 冬天已经结束了 等到姚妹妹跟莫妹妹的孩子出生之后 我们就能庆祝一下了 方才 陛下在外面遇见徐良川 听说姚夫人动了胎气 严不严重啊 请医官没有 张医官已经过来了 其余的 倒不清楚 会不会是昨天摔倒的缘故呢 醉柳 去姚夫人那边看看 是 因为没事都可以回去了 如果有空的话 也去姚妹妹那边看看吧 是 哎哟 药间好了吗 这如花这个丫头是不是刚才我 我骂了她几句她故意磨叽啊 夫人您再忍忍 如花明智这要关乎到夫人和小姑子的性命 哪敢怠慢呀 奴婢问夫人啊 扶我起来 哎哟 姚夫人 听说您动了胎气 夫人很担心 特地派奴婢来看看 有什么可看的 太像不稳 是能替我伸 还是能替我疼啊 姚夫人既不需要 那奴婢也便回去了 我让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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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了你十几年 却从来没被你当人看过 既然你怎么宝贝这个孩子 就偏偏让你生不出 我让你打我 夫人 夫人 什么事 是姚夫人出事了吗 回夫人 姚夫人胎相不稳 在床上痰得死去火来 可奴婢看见 看见 看见什么 没事 自己人 说吧 奴婢亲眼看见 如画竟然在姚夫人的药里 下了华胎药 胡说 如画是她从娘家带来的丫鬟 可奴婢认为 姚夫人非打击骂的 无论是谁都会积怨成仇 难免有报复之心 你可拦了 没有 你疯了 为何不拦 奴婢不想拦 她作恶多端 这是她应有的报应 醉柳姑娘 你当真看到的 是如画 千真万确 不可能 如画明知道孟海瑶的孩子没了 她不可能这样做 孩子没了 一关竟然还在开安谈药 姚夫人只是要她多大的胎 成多大的喜 夫人 您还犹豫什么 您千万不能过去 骆青莲那儿有什么异象 没有 不过夫人您放心 柔夫人盯着呢 只是不知道 敌夫人那边会不会 她会来的 她做梦都想要光复方氏一族 唯有公子习绝成功 她的愿望才能实现 试想一个子嗣稀薄的公子 谈何习绝的资本 所以只要骆青莲不拦着 她一定会来 谢夫人 谢夫人 虽然我真的 憨笑把她随时万短 可毕竟 那是公子的子嗣 夫人且慢 是 天气有些凉 带进披风吧 嗯 公子 你千万不要怪妾神 妾神也知道你共事凡王 可是 不让你在身边 万一这个孩子 有个三长两短 海瑶 到这个时候了 还说这种话 我珍惜这个孩子 我也需要这个孩子 只要公子需要 海瑶就是受再大的苦 也会好好地把这个孩子 生下来 嗯 你这个死丫头 怎么建一个药间这么长的时间 看我拨好不乏了你 雷夫人到 不能喝 雷夫人到